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节日就叫月圆节 你的月亮圆没圆 先别追牛 那佛法 什么是佛法 这个大家以为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 是佛法 这就错了 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释迦牟尼说 如果有人说我说过法 就是什么 绑佛 就是诽谤我 你看 所以你理解是说 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 那不就是绑佛了吗 诽谤佛 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实际上佛法不是释迦牟尼说的法 佛法是你这个佛 你这个佛的方法 是你这个佛的方法 你是佛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一个事实 这不是我说 这是释迦牟尼说 明什么心 明圆成一心的宝月轮 即是我们的菩提心 然后见性 要见自己的莲花里的同真身 这才叫见性 性有性光点 性光团 性光体 说是当六祖慧能大师 五祖让他歇吉子的时候 他说 菩提本飞树 明经一飞台 本来乌一物 何处惹尘埃 六祖说 五祖说 此一未见性也 他是什么 他明心的 他没有见性 见性要见北鼻佛 见性要见同真身 所以是五祖根本就没有说怕别人害他 而是真实语 就是告诉你没有见性 所以怎么样才能见性 五祖告诉六祖说 因无所住在空里面 而生起心 楞严经说 要性一切者 为佛性 所以是 你要用佛性 新造一个佛出来 它实际不是新造佛 是新应佛 是在你的莲花里面 你的心肩里面 你那个不死的金刚佛 本身就在 是你要应现出来 这就是报神成就 月圆节呀 是这个啊 大家要圆起来呀 不要说老师说圆没圆 圆了 圆了 就要见自己的佛